你可不可以说汉话呀 我说你说了之后叶总又问我 你看他说的什么呀 然后我又要在中间 中间翻译 好累呀 真的我就说你们以后 因为叶总他听不懂我 我们的家乡话知道吧 我是少数民族 他在我的家乡去的时候 他也听不懂 家乡去的时候就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舅妈 舅妈叫他吃饭嘛 他就看到我舅妈的手势 说吃饭啦 就这个意思 吃饭 然后他就听懂了 叫他去吃饭 他就扭着扭着 他自己就去了 他在家我们家乡很孤独的 他听不懂 小朋友们说汉话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我们村里面的小孩 都上幼儿园 然后读书了 都读书 所以都是上幼儿园 都受过教育 都听得懂 谢谢啊 感谢每一位 每一位支持我们 喜欢着我们的家人们 我看到评论区说什么 你们不说四川话吗 说呀 我家里的人 我也开直播 我也可以说四川话呀 当时我说四川话 在我家里面还有 外地的阿姨和姐姐 我说四川话 他们听不懂 知道吧 听懂了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会说四川话 但是我直播间 有姐姐和阿姨 不是四川的 他们听不懂 所以我就是说普通话的话 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但是我说普通话的话 他们听得懂 知道吧 就这个意思 我是为了让大家 更能够很简单的 能够和我沟通 四川话好听 还可以 还是可以 罗山话好不好听 罗山里 四川哪里 我是四川罗山毛病 四川罗山毛病 你会三种语言呀 我会说四川话 会说普通话 会说一语 我们义语 我们义族 我们民族很牛的 我们民族还有自己的文字 知道吧 很少有少数民族 有自己的文字 战族 义族 还有哪些民族 有自己的文字 我们是有自己的文字的 而且我们有些文化 是很有那种 怎么说呢 很有特色 很受欢迎 比如说你们今年 在抖音刷到了很多 火把节 就是我们民族的节日 知道吧 火把节 选美 选帅 摔跤 斗牛 嗯 这就是 火把节的节日 然后 我们还有过年 过年在 11月20号 我是富兰的 当时我挺得懂 你说四川话 真的 我说四川话 听不懂的姐姐和阿姨 可以扣一吗 扣一的比较多的话 我就说普通话 扣一的不多 我真的 我就以后我直播 就说四川话了 好喜欢你啊 很真诚 你看 直播间 这么多扣一的 扣一的都是听不懂 我说乐山话的 所以我为了 大家公平 我就要说普通话才行 不然的话 人家很多喜欢我 有的甚至这些扣一的 都受关注了 我一年多的姐姐和阿姨 我不能因为 四川话好听 我就去说四川话 这样他们 看我的直播会很痛苦的 因为听不懂我说四川话 哎好 我说普通话 虽然我普通话 不怎么标准啊 有一部分人听不懂 听不懂就说普通话 行不行 大家谈解一下 肯定要说普通话 哎我的头发 我的头 就是 最近 感觉奇奇怪怪的 是关注一年多了 对呀 直播界很多家们 都是关注我们一年多了 好喜欢你呀 真的呀 你们喜欢我是我的荣幸 真的 家们 你看我又不能 不能给大家带来 什么 理论上的一些知识呀 帮助到大家 我就一个很普通的人 你认识我 我也 可能 也得不到什么 帮助 因为我的家里 的人 也很普通 我不像如果 说什么 哎呀 我家里很普通 我爱假的 我家里 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 但我确实 我家里的人 实实在在 都是很普通的 大家都在视频里面 看见过 那是我亲的 阿婆阿妈 连我自己的户口本 就是那个地方的 知道吧 我敢在直播间说 那肯定是因为 就是我的亲人 连我的自己的户籍 到现在都是在那 我 以后我就算嫁出来 我那天 他们都说过 这个要不要把我户口移出来 我说我不移户口 但是扯正的话 也不是说 必须要移户口 对不对 所以我的户口的话 现在我的家乡 我也不会移 我不想移在 大城市来 就是我觉得 一直在家里面 挺好的家乡 是不是呀 家人们 我没有结过婚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不移户口 户口 可以不移是吧 因为我也没有结婚 我不知道 我以为如果结婚的话 就把我的户口 给踢出来了的话 那太那个了 结了婚就要移 真的呀 那也不 一定要呀 我不想移 可不可以不移呀 我真的 我觉得 可以不移的 就是扯正就扯正呀 为什么还要把户口移了呢 对不对 不移小孩上不了学 哇塞 这么严重 我都不知道 那也太麻烦了吧 我移的户口的话 我妈妈就一个人那样 好孤独呀 对不对 家人们 到时候再说吧 小孩子要读书就要移 小孩子跟你在农村 不是呀 我不知道 我到时候再说这个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 我对这方面 这方面真的一问三不自 我也没结过婚 因为我现在户口就是在我的家乡 所以我不想把它移出去 土生土长的 在哪里生的 就放在哪里 有的地方还要移才买房子 这个影响不了我的 影响不了我的 我没有想过在哪里去买什么 叶总也没结过婚 对啊对啊 她没结过婚 好期待你们的婚礼 哎 累死了 那天订婚好累啊 我给家门说了 对不对 从早上忙到晚上九点 一刻都没停过 从来没有休息过 一直从早忙到晚 不敢想象你们结婚 结婚的时候有多累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你们结婚累不累 说实话不能骗人啊 摸着两心说真的 累不累 说累的打个累 说不累的打个不累 你的女儿结婚的时候 或者你的儿子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你们的儿子结婚的时候 或者你们女儿结婚的时候 累不累 我都说累 那天订婚把我累死了 我都不知道这么累 从早上啊 穿那个有根的鞋 有有 那个根根的鞋 这么高的高跟鞋 然后那个鞋子这么小 就是那种尖头的 我的脚挤在里面挤了一天 然后那个女服 用那个带子这样积着 这背后一直积着 积得很紧 我太累了 真的 简直把那个衣服脱下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 我以为订婚是一件 很 玩得很开心的 就可以玩手机 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没有 连静下来坐着吃饭都没有 朋友也没有招待 我都给朋友说的 我说照顾不走呀 我说真的 蛮前蛮后的啊 一会儿自己换衣服 一会儿又想和家里的人拍拳 家伙朋友来了 又想和朋友拍照 吃饭 他们给他们安排吃饭 又怕他们没有吃好 你就会顾及很多 最后你连朋友也没照顾好 把自己累得像一个 什么一样的 真的 如果结婚 不这么累就好了 原来光鲜亮丽的背后 都是这么辛苦 累得很啊 真的 但是很幸福啊 就是很幸福 知道吧 家伙们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都 我的朋友啊 他们不是有同学 还有朋友来参加了 我的订婚吗 然后那些人就说 哎 居然订婚了 之前还以为是剧本 终于订婚了 这一次订婚 谁敢拿 这种订婚的事情 让双方父母开玩笑呀 那也真的太牛了 这一辈子后路 真的 就可能就是不给自己 留后路了 尤其是女孩子 对不对 不可能因为拍视频 随便和一个男的订婚吧 反正我做不到 我家里的 我爸妈 我的家里的人都来了 对我来说 就是人生大事 知道吧 一辈子只有一次 我的朋友 他们都来祝福我 都 他们都来见证了我的幸福 结果发出去 那还有人说 他在他们的评论区来说 他们 这点 我就控制不了了 我说你们不开心 你们 你们不 评论 让你们不开心的 我真的就无法决定 但是我的话 我是什么都 什么都经历过了 我要什么都能接受 订婚了 但是很幸福 是的 谢谢啊 感谢阿姨的祝福 衣服 衣服有没有 年纪 没有 就穿的是很简单的衣服 今天是幸福了 一生一世 一次结婚也没有关系 订婚也是一次 但是好像汉族都没有什么订婚的 我们民族挺重视订婚的 对我们来说订婚就是结婚 两个人宣布所有家族 所有家里面的人订婚了 然后就相当于你们两个是一对夫妻 宣布了整个家庭 家族 民族 然后你们两个就相当于是夫妻了 知道吧 结婚的只是一个仪式 你想好久半就好久半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非常 我们民族 反正我觉得订婚是很关键的一步 几点直播的几年 我9点8分直播的家人们 9点8分直播的 这是你的号码 是的家人们 你们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 也可以点个关注 这有个加号 然后这加号点了之后 下一次直播 你们就会看得到有提醒的 对这有个加号 谢谢关注 感谢大家的关注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号是我的 26万 1千粉丝 这点个加号 这是我的生活 下定是我的小号 阿安的号的话 64万粉丝 他开直播就是一两万人 我自己的话 我不想拿他的号开直播 我一个人 人太多了 我聊天都感觉很紧张 自己的这个号的话 就开直播 就六七千人 就挺随意的啊 我们是老粉了 很多老粉阿姨 我看到了 很多老粉阿姨都说 这两天太想你们了 好久都没有开直播呀 确实这段时间 嗯 很少 开直播 因为这段时间挺难的 对 确实是好久没有开直播了 你的猫呢 呃 猫咪的话 因为我妹妹他们放暑假 放暑假 他们 很多都出来了 然后他们喜欢猫咪 就拿给他们玩 知道吧 我这两天 因为很多时候猫咪 奶堂很可怜 因为我们家里面 很少 我们很少回来 很少在家里面 这样待着 然后没 不去做什么呀 这些 很少 所以的话 我就觉得他们可怜 这两天 那就好玩 有人陪着他们 奶堂 有的人可能都想我的猫了 很喜欢你们两个 不管说什么 我就坚定的喜欢你们 对 就是 大家喜欢 就是 谢谢大家的祝福 真的 一直坚定的 喜欢着我们的 默默祝福我们的 太多了 看一下奶堂 看不了他 他现在没在我这 家们 他没在我这个地方 要订婚了呀 哎呀 看来你就是 不是铁粉了呦 是不是不是铁粉了 这个说什么呀 这个有一个人 一直在刷皮 哎呀 去哪里了 把它拉黑 有一个叫做什么 C-H-E-N-G-R 这个人 他是黑粉 知道吧 就是到处去 黑 说坏话 我现在 我已经 我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我在 网络上 有一年多了 有几个 就是很铁 很铁的那种 就是 造谣的 黑粉 那种 我专门把它 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之后 他的 所有的信息 我都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之后 我专门就 指 我专门就 只去 举报 那一两个 黑粉 然后让他 知道 这个就是 也不能 乱去骂别人 对不对 我就 把它拉黑 不不不 有的他说得很过的 有一个 他说得很过 就是随时 我都看得到他 他在说我的那种 就是 对我们来说 记忆很深刻的 那种黑粉的话 这种就是 可以记录下来 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以为黑粉 就是拉黑 踢出去 现在的话 就是黑粉的话 可以给他记下来 他到处去造谣 诽谤我 我也可以记下来 记下来了之后 抓门 所有的人 我不可能 就是 去那种 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 伤害到我内心的那种的话 我肯定就记下来 我就把它 咔嚓 截屏下来 知道吧 黑粉 昨天有个 有个 有个人 他就给我说 他黑粉 也是 说很正常 又喜欢你的 又不喜欢你的 对不对 家儿们 把他拉黑 把它踢出 拉黑 踢人 这个就是 平台 给你的一个权利 每个主播 每个主播都可以 去做这个事情 除非是很严重 这段时间 我妹妹 她不是在那上吗 有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号给她 然后 她看见 有人 就是太过攻击我的 她就会把她 直接 给她 把这个人 自己给她拉了 好人一生平 对对对 今天你学车了吗 你们说的 那个就是 超级 头 那种黑的 我都是 记录下来的 但是 我只记录了 两个 这两个人 我就准备 我准备要 起诉她的 这两个 黑粉 虽然她是 外地的啊 但是不能因为 她是外地的账号 我就 我就 就是 让她 这个样子 一直 无限的伤害我 我和她 无怨无仇 我现实中 都没见过 对不对 又是 外地的号 你说她 就是太放纵了 现在的话 可以查到 那个 对方的 实名账号的吗 今天真的好喜欢你 谢谢 感谢 喜欢 像那种 又不是四川的 她又天天骂我 天天骂我 天天骂我 我和她又没有 见过面 她都不知道 我是 我们两个 现实中 话都没说过 我和她又不是朋友 又没吃过饭 她就 到处污蔑 好吓人呀 你说是不是 有何目的 欣慰你记录 无所谓呀 家人们没事的 就是 这些都是小事 那不喜欢的说 不喜欢的很正常 但是那种 如果是太过了 天天就是 不犯人的那种 外地的那种账号 可以查她的 实名认真 让她 让她 当地的 帽子 收拾她 知道吧 其他我觉得 我都 我都能够 你看这么久了 对不对 一年多了 直播间 姐姐和阿姨们 都关注我们 一年多了 也一路见证 我的成长 我从以前的 很脆弱 到现在 我内心很强大 我觉得这个阶段 真的是 承受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 才会成长 对不对 家人们 人就是不可能 一辈子都不成长 内心不强大 你可能会早就 自己摔倒 让别人看笑话 不能这个样子 我的就是 一心想着 一定要 向前看 然后越走越好 让家里的人 都有一个靠山 我就是家里的靠山 知道吧 你看我舅舅他们 一辈子老老实实的 很善良 很老实 日子过得很简单 但是我们家里面的人 那种 大家的那种 满足感啊 就是很容易得到满足 很容易幸福 再加上一家人 就是嘻嘻哈哈的 嘻嘻哈哈的 那种 你说他们这个年龄呢 对不对 还能怎么去改变生活 很难 我现在还年轻 我想 又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倒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